妳屁股會不會太翹了 妳有在做運動 對啊 我們的中心的儀器 就可以這樣 我們店裡只有女生 不接難課嗎 對 所以就放輕鬆 大家好 我叫Perry 我是從事美容碩身中心的小伴娘 對 美容的親自期待 讓我們看一下 好 妳屁股會不會太翹了 妳有在做運動 對啊 我們的中心的儀器 就可以這樣 可以弄成這樣 但是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啦 當然 一定 不可能兩天就不 對 不可能 怎麼妳上班的時候也要這樣 沒有 因為我們店裡只有女生 所以 不接難課嗎 對 所以就放輕鬆 如果我們男扮女裝妳接嗎 不好 妳實力怎麼樣 OK 那 妳本來是學音樂的 對 才不出來嗎 看得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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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學的是音樂的哪裡 我以前讀華剛一校 然後大學也是讀音樂系 那鋼琴是 妳儲修 鋼琴 對 難怪喔 會很會按摩 對 對 也是按 如果學那個吹蕭的那種 也是很會按摩啊 那就是妳的手臂 她就當作蕭這樣子按啊 那是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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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笑是直的 那你也可以這樣 那請問一下 妳當初為什麼會學音樂 然後反而不走音樂這條路 因為妳是說大學的 反而走這個美容 對 其實音樂在台灣 其實本來就不是那麼的主流 不是好走 對 其實藝術類的東西 其實都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你必須要砸很多的錢 對 那我很多的同學其實 他們可能到了大學 他們可能就去奧地利 或者是去國外 對 一定要去 對 一定要去 對 但是我沒辦法再繼續砸我們家 爸媽的錢 妳們如果學到古典音樂 最高境界要跟對老師啊 對 老師很重要 對不對 但相對 花費很高 因為他們能組高級的 對 鋼琴 妳的鋼琴 這種牌子 妳彈不出個好鋼琴 比較容易出名 是 一定要認識 還是要深造 你們學古典音樂的人 會不會看不起流行音樂 不會 真的嗎 不同領域就對了 以前我聽那個小玲姐說 像她有一些同學就會說 小玲姐好像進演藝圈 做這個流行唱片 那些同學就好像有一種 覺得你們做那個太 Low的 Low的 對啊 會這樣子 就像屈翁衡她演舞台 就是看不清楚 存那個綜牌 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 我們是演員 其實劇場界的以前 二三十年前 會 是有這種氣氛的 是 就覺得他們不屑去演電視劇 他覺得他們是表演藝術 對 然後演電影的也 不屑去 來演電視 對 以前是有這種氛圍 現在都沒有啦 對 我都會 小心喔 小心喔 陳玉琳又在想囉 沒有啊 禮服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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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 那你那時候曾經想放棄 為什麼 其實我並沒有想放棄 只是因為 很多人都會說 你畢業就是實業 那我的父母一定也會說 你要不要想一下 如果你不做音樂 你要不要做點別的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我就有在思考 可能之後可以從事的東西 是 對 因為如果我不出國的話 我鐵定畢業業就 沒東西了 對 所以我差不多大二的時候 就開始去學一些技術 就邊上課 可是你們做這個 不是要考很多正宗 對要 會很煩啊 很煩 而且我完全不是這一行的 就等於說是我 半路出家 對 跳入一個新的一個領域 是 重新學 那這個 你們碩身也有證照 有 美容證照 你開店你一定要有證照 那考什麼呢 內容是什麼 正常的臉部的啊 或者是身體的 對 或者是你可能一些 基本的一些穴道 碩身這個東西 在美容碩身來講 有一個盲點 就是說很多人就是 去了兩次就 欸 沒效 可是這個東西是要有 耐性的吧 比較時間上的 因為基本上 我們是使用儀器 但很多人他可能就會說 欸 你們這個做一次 我可以瘦幾公斤 或者說 欸 我這個做一次 我可以維持多久 我就說 呃 沒辦法 你今天不是去醫美 你今天不是去抽紙 今天就算你抽了紙 你也要維持你的飲食 而且你做完以後 馬上就大吃大喝 也沒有效果啊 對 所以其實很多客人 他就會把這個當得很神奇 對 所以我必須要 我跟他說 你想做 那一定有效果 但是你必須要配合 對 而且要發時間 要教育 他剛剛講的話 就有那種 老闆娘的感覺 是 你為什麼 堅持 不請員工 因為 有被傷害過 妳是一個人啊 對 我一個人 你一個人 傷害什麼意思 傷害他怎麼樣 因為我們這個其他就是技術 那我當時 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花了滿多錢 去學這個技術 那我今天要請員工 我勢必要去教他 我等於說是免費 教了他這個技術 但是 學了就走掉 對 可能開到別的地方啊 然後還要講你的不好 甚至於把客人偷走 對 資料都偷走 對 然後會重傷 有時候會講得很難聽 都說 那個Perry 都是靠那種 不正當的方法 才有客人 會越講越難聽 妳總要有宣傳的方式 妳是找網路美女啊 對啊 網路美女吸睛啊 沒有啦 網紅 網紅 現在很多部落客 網路上的小魔名人 請他們來體驗 然後 對 就是做一些配合合作 可是不是妳找他來 那妳總要還是要花一段時間 他才會變化不是嗎 對 所以我們可能會跟他們談 那妳可能每個禮拜有空可以來 對 像之前 我有請某一個藝人 那他可能剛好那陣子的工作 就是需要拍泳裝或什麼的 他就很密集來我這邊一個禮拜 然後他就瘦兩公斤 那他就 對 他就可以 我幫妳宣傳一下 嗯嗯嗯 對 沒錯 好 馨宇 那接下來要進行我們的快問快答 就在妳幫老司機洗澡的同時 那如果你沒有答對超過五集的話 你就要接受我女的懲罰囉 好 計時開始 請問妳上次哭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昨天 請問妳最近一次被告白是什麼時候 兩年前 請抱自己一個料 抱自己一個料 對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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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難喔 呃 手機啊什麼之類的 呃 好 偷看過 可是也是兩年前 好 那妳有什麼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想做又不敢做 我想要去澳門跳這個塔 妳最多顏色的內褲是什麼顏色 黑色 妳新幻想哪位男明星呢 男明星喔 Oh my God 好 好 OK 時間到 妳還是可以把這題講出來 或是妳欣賞的 就是目前覺得還不錯 歌手啊 演員啊 主持人啊 或是我們的立東啊 之類的 這個笑聲是 我覺得楓田蠻可愛的 楓田 哇 立東聽到這一段應該幫妳講過 哇 呃 司機大哥 目前 覺得 這個冷卻的感覺 有點胖啊 有點胖 看妳的手在 這手 喔 太誠實了 手太誠實了 那我們要請清雲下來囉 欸 妳是被妳勇敢多了耶 她完全不覺得這個是 我都要發抖 所以妳完全不覺得冷嗎 我比較怕冷 我剛才不覺得冷 在我們老實際 有一點就是 太冷了 還嚴重 妳不是 阿菇拿 along嗎 我已經很幸運 我已經很幸運 她已經很幸運 我的刀呢 我已經很幸運 我是把他打不出來 前妃 在晚餐 前妃 前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